来关注到的是 培洛西过境之后 大陆对于台湾祭出了 什么样子的经济制裁 而且未来会不会还更多呢 我们就先来关注在8月1号 当时培洛西还没有来台之前 其实大陆的海关总署 就有先禁止了超过百家的食品厂 有以这个未完成更新注册呢 包含像是郭元毅啊 像是加德还有泰山卫权等等 他们都禁止来进入大陆 也就是出口到中国大陆了 而这个部分其实按照 这个海关总署的资料来显示 大概有2000多笔是 暂时被列为说暂停进口的 这个比例在台场里面 是高达了65%左右 还要来关心到的是 其实台湾的业者第一时间 台湾的政府官员 第一时间是怎么样来因应的 就可以看到食药署吴秀梅的说法 他是说大陆是以缺件 这件事情当作是理由 那也不排除是政治的因素 会持续的跟大陆官方联系当中 但是我们还要来观察到的是 在8月3号的部分 也就是在昨天 培洛西还在台湾走行程的时候 大陆的商务部就说 禁止天然沙出口到台湾 而且这次比较有趣的是 他没有讲任何暂停的原因 而且公告贴在官网上面的 还是以回答记者的问题来作为宣布 而对此经济部赶快翻出了相关的数据就说了 其实这个天然沙在台湾使用的比例是不到1% 非常的少的 那就更别说从中国大陆进口天然沙这个比例也是偏低 而且短期的话呢可以用输聚攻杀的方式来自给自足 所以目前国内的话感觉整个沙石的运用都还算OK 而且供给的来源也算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这个部分恐怕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农渔民了 因为海关总署呢 在大陆这边又禁止了柑橘类的水果还有文旦 其实这个比例都是 输入大陆的比例都是相当的高 那农委会是说会到WTO据理力争之外 也会发农游券 但这个部分恐怕不是让很多的观众能够来买单 因为日经就有点到说假设台海开战的话 其实全球的经济产值会损失2.61兆的美元 这个数字是更胜新冠疫情还有俄乌战争的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的经济底子 跟各国都是有影响有关联的 那在这个部分呢 大陆大家也不要忘记说 在ECFA其实没有签约 也就是说大陆对台湾的ECFA 优惠税率也只是延长没有签约 那这也代表着大陆随时都有可能来终止 假设经济战持续演变的话 台湾这边也有可能禁止对大陆的工片 晶片供应 而这个也会对大陆短期的经济造成致命伤 最后会是两败俱伤 再来关心到的是 培洛西现在正在南韩访问 下一站要来前往日本 就是代表谢长廷在昨天应邀出席在日本的执政党 自民党外交部会演说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对于美国众议长培洛西访台 谢长廷说 在严厉的大陆威胁之下 他仍然能够坚持 可以说是既果断又勇敢 那谢长廷也说 大陆越是施压 其实全世界就会更关心台湾 他也相信会有更多世人了解台湾 并且支持台湾的 再来共在中国大陆这边连三天的大型军演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正在警炎镇以待的 民进党台北社参选人陈时中就说了 在蔡总统的带领之下 心头抓住 千万不要自乱正脚 特别呼吁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小英总统的领导之下 大家心头要抓住 不要自乱正脚 不要最后入座了 我完全没有提到 我只是说他的团队跟他两个讲法里面 在精神面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那大家是在问我说 左右逢源这个事情 我只是这样子泪逼 但我没有讲任何 而且我也不会把这些当做一个中共的同路人 台湾会不会成为中美关系下的牺牲品呢 蒋万安就说了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面对大陆的军演 站在选票的考量 应该要提醒大家面对危机态度一致 也希望民进党政府还有相关的单位 都要掌握相关的情资 最近也公布了最新新竹市长的候选人民调 但我们先来听听看蒋万安的说法 国家安全两个和平 现在是国人最关心最期盼的 那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面对中共的军演 站在选票的考量 来思考这样国人面对危机 其实大家的态度应该是要有遗弃 我们也希望执政党 民进党政府 包括国安单位国防部 都应该要能够掌握相关的情资 做好完全的准备 将国家安全两岸和平放在最右线的位置 那怎么看说你的说法被呈忠祷 呃 奉刺是左右反右 两岸关系紧张情势升高 会有人担心这很正常 不需要过度的曲解 民进党永远只会把不同意见人 打成中共同路人 增化彼此 无法团卸台湾 你有在煮饭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过这款 海皇XO干贝帐的朋友 您一定会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会多让人回味无穷 现在购买 记得快点购输入我的折扣码 CTI-71G 就可以买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了 随便等了 幽黏